好 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這個高雄的議員 他有在講說 現在這個代言人的質感 完全不一樣 這個我們現在是戴資穎 這個因為找了戴資穎當代言人 大家都知道說這個戴資穎 住在高雄了 可是難道是說韓不當市長 大家才知道戴資穎住高雄嗎 其實有關心體育的人 應該都已經早就知道說 小戴是住在高雄 這個關心體育的人 可能都曉得 因為其實之前韓國瑜 也有找過莊智淵當代言人 也不是說現在 才開始找這個體育選手 或者是這些 我們大家關注的這些體育好手們 來做代言人 這個也可以刷一下說 現在這個跟前朝不一樣 跟韓國瑜不一樣 到現在還在韓偉拉是不是 對 當然我必須承認 因為就是因為韓國瑜 當時他是劍拔 所以冰冰姐他是被波及的 我不曉得觀眾朋友 你跟冰冰姐有沒有接觸過 他是一個非常善良的 所以他根本 他不是去賺錢 他是去義務的去當義工的 結果因為你去幫韓國瑜代言 所有當時跟韓國瑜站上邊的人 包括韓粉在內 通通被民進黨 被蔡英文的1450無情的圍剿 所以剛剛翟軒你提到說 小戴那個 我相信今天如果小戴他代言 他不是單純為高雄市代言 以他現在世界求後的這個 他應該是幫全台灣代言才對 為什麼那麼局限 我們高雄現在去講一下高雄之光 人家之前在訓練的時候 在還沒有變成球後之前 高雄市政府又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個對選手而言 這樣去蹭選手 包括我們昨天派幻象2000去扮飛 我覺得蔡總統實在是夠 不過我還是跟他講好消息 因為奧運是到8月8號 他總有結束的一天 我想問等到8月8號奧運閉幕之後 這些政治人物還要蹭什麼 就沒東西可以蹭 對啊 其實現在野門前 大家更希望說政府專注在內政上面 因為很多人都在關注說 我們現在到底這個振興券 甚至是說更多人期待的是發現金 這個我們就先來問一下嘉宇 因為其實嘉宇也是支持說 是不是可以跟人民更接近一點 現在五倍券今天的消息是說 應該會發10張 就是說要研議往這個方向來發 9月份可能會發 但是時程還會有一些變化 要視疫情而定 然後綠委有偷偷透露 但是是誰不曉得 因為這個聯合報裡面在講說 很多綠委就是很無奈 私底下又講說 蘇貞昌這個個性 說了也沒有用 要做成結論 我們要大家一起買單 嘉宇是講這個五倍券 真的是離人民太遠 包含了世間哥 來我們這個節目上面 也是在講說要支持發這個現金 可是我們來看 這個賴事寶他是講說 如果我們發五倍券要多花百億成本 雖然行政院他是反駁了這件事情 他是說 其實跟發三倍券的這個錢 大概是差不多 可是今天最新消息是說 你要發到10張 發到10張 你光是一個發3000 一個發5000 印的張數就不一樣 那你在這邊 就是現在張數又更多 怎麼可能會是同樣的成本 所以就有人在質疑 就是說蘇貞昌這樣子一意孤行 難道蔡英文不能夠 跟蘇貞昌協調嗎 還是說其實是蔡英文默許 我們就是這樣發券 他沒有打算要聽聽人民的聲音 就是發現金其實比較好 因為院長他其實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有時候我們就是把民意 能夠去反映 但是最後決定權還是在院長的手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我覺得 現階段的民意來講 會認為說 上一次發的三倍券500多億裡面 行政費用就佔20幾億 其中印刷費用10幾億 真的是每一分錢大家都不希望浪費 所以如果能夠不要這樣子的 去做行政費用 包括你說勞失動眾還要去排隊等等 引發的這些疫情 是不是會繼續蔓延的爭議的話 大家還是希望能夠用現金是最減便 那如果現金不行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 振興券跟現金能夠並行 就是說你一方面發現金 一方面如果真的需要振興的 你用數位券的方式 用數位振興券的方式去做 然後不要去印刷 那現在看起來行政院的說法是說 這一次我們發的五倍券 雖然多了10張 但是因為上次已經有經驗了 所以這一次的整個行政費用 加起來跟上次差不多 也是二十幾億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畫錯重點 就是說我們都認為這二十幾億能省則省 最好是不要花 這二十幾億如果直接發現金 到大家的帳戶裡面 可能也不用一毛錢 或者是你用數位的方式 能夠去做一個 讓大家可以真的用電子支付 提升我們這個政策目標 因為現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大家也希望減少這個 不管是接觸或者是紙鈔 甚至是這些三倍券 五倍券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階段來看很多人民 其實真的是需要解來沒知己 那如同之前所說的振興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去消費 但大家可能現在連學費都付不起了 你還要叫他去消費 可能非常困難 那更何況是很多的小商家 他到底如何受到振興券的抑註 因為其實之前看起來就是 這些有能力去舉辦優惠的財團等等 他們比較有辦法去吸引到振興券的買器 他能夠例如說五百萬一千或是等等 他們可能推出更多的優惠跟折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希望說 以現階段來看 大家紓困都還沒有做好 還有很多要補破網的地方 所以就這個部分應該要 還是從這個紓困的角度來看說 這一次到底該怎麼做 我們蔡總統沒有辦法 跟蘇貞昌溝通一下 這樣請聽民意一下 因為大家都希望 現金的比重是比較高的 其實該總統出手的時候 總統也會出手 像上一次大家也知道BNT疫苗的時候 就是中間可能有很多問題 但總統也親自的發聲 然後去跟郭董邀到總統府 包括台積電 包括跟上人視訊 所以他先把蘇貞昌當擋箭牌的意思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這一次 小英總統能夠也聽到大家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政策的思維就在於說 上一次也就是去年 我們也希望能夠發現金的時候 當時他們還是堅持要發三倍券 那主要原因他們認為說 現金會存起來不會消費等等 但是今年的狀況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樣 今年的疫情 他所受到的衝擊 已經將近兩三個月 很多人是沒有收入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跟去年幾乎沒有疫情的狀況比起來 真的是天差地遠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還認為人民會把錢放在口袋 那我覺得真的是離人民太遠了 霍仁哥怎麼看 剛剛翟軒問蔡總統怎麼不出手 因為蔡總統現在在看奧運 你要等奧運結束之後 蔡總統才能回過神來 每天在寫奧運 8月8號就結束了 簡直莫名其妙到極點 因為翟軒我比較懷疑說 最後五倍券政信券發的時候 行政院長還是蘇貞昌 所以你剛剛那問題很關鍵 為什麼蔡總統不能喬 到底誰比較大 當時總統大 如果真的蔡總統關心大家的話 他直接命令蘇貞昌 你給我發現金 他是敢廢話嗎 這我們剛剛為什麼稱讚 王世堅跟高家瑜 他們是少數在民進黨裡面 敢針對老百姓的需求跟蔡總統這樣 官員們在想說 像堅哥跟高家瑜他們 他們要承受多少壓力 1450的洗版 你推出民進黨 各種的這些攻擊 所以對王世堅跟高家瑜這部分 我還是肯定 但是我們話講回來 二十幾億的成本 你如果不要那些成本 我一個人可以多領一百塊 二十幾億 兩千少人就是一百塊 你不讓大家多領一百塊 你花錢是要做什麼 還要文宣 還要印刷 做那個什麼塑膠那個卡 那個都浪費錢 去年都被罵過了 民進黨為什麼學不了乖 而且我呼應剛剛高委員講的 就是說翟軒 振興跟紓困是兩件事情 現在的問題是在紓困不在振興 大家就沒飯好吃 生理賣到賣死 很多店民都賭 不是賣就是租 這是景氣非常不好 現在問題在紓困不在振興 我想請問蔡總統 請問総選長 紓困結束了嗎 你紓困做得完整嗎 真的需要的 翟軒我提供一個指標 給蔡總統參考 當全國各縣市的愛心便當 跟代用餐 通通歸零的時候 我可以說你的紓困已經做完了 沒有人需要為了一個便當去說 我去把高老闆拿便當 他會給我笑嗎 你怎麼會吃不肚錢 你去那邊問便當 當全國都沒有人需要領代用餐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振興了 你根本紓困都沒做好 很多人都沒有拿到紓困 很多人紓困的錢都花完了 你有在意嗎 我想請問蔡總統 我們九月要開學了 有多少人的學費 多少人的安心班 幼幼班 幼稚園 學費繳不出來 蔡總統 你說你拿一千 我給你四千 你等於是賺四千 五倍等於賺四千 蔡總統四千塊 現在哪一個學校四千塊 一個小孩有辦法處理 通通繳不起的 不夠 不夠用的時候 你現在告訴我 你要用什麼數位支付 翟軒你看之前不是講 第二劑的疫苗 很多長者他就是不會3C 你現在叫數位支付 他不會3C預約疫苗 你覺得他會用數位支付嗎 我們去年也推了數位支付 不到10%為什麼 大家不喜歡用 你念要去做 這就完全都離開了人民的需求 就是高嘉宇講的 跟大家脫節的 觀眾朋友 為什麼民進黨跟大家脫節 因為我選完 選前手牽手 選後下毒手我管你的 所以我已經講說 如果下個月總統大選投票 你這麼多人 還有三分之二的 沒有打到疫苗 民進黨跟他假設嗎 他就上井發條 選後是一個嘴點 就是現在這個嘴點 我要請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要記得 現在蔡總統 跟民進黨的嘴點 然後在你下次 可以做決定的時候 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對 真的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很多人在講說 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為什麼蔡總統 不發現金就算了 你好歹代用餐 蔡總統是不是也可以 站出來發一下 委員 對 代用餐這個部分 輝永哥一直很努力 其實我發現很多的 這些媒體人 他們也都努力在募集 代表說現在這個需求 就是